好,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呢,这个新国会 本届的会期今天正式开议 那么相当这个,大家都很期待呢 也关注的就是蓝绿白三党过招 那么这个立法院长韩国瑜 好,这个昨天来主持朝野协商 那针对了国民党团这边提出呢 邀请陈建仁到这个立院来进行 实案问题的专案报告 可是呢,好,原本以为这三党有共事了 但是因为呢,好,民众党这边 他们还是主张要加开院会 但是没有获得蓝绿的同意 因此这个协商是破局的 好,那我们来看呢 今天开议变数也是非常的多 三党连夜来沙盘推演 蓝绿呢,都是甲级动员 好,国民党这边要诉求捍卫石安 那民进党呢,是力求如职的监督 好,那么民众党呢 有人就在昨天拒签了朝野协商 因此陈建仁今天到这个立法院的实案报告 就是宣告破局 那么预计陈建仁他今天呢 还是会依先前的朝野协商共事 那来进行相关的施政报告 还有总质询 不过朝野当然是各有主张 连夜在备战也都甲动了 好,所以今天议程感觉是充满变数的 那其实呢,昨天上午哦,好,这个新春的团拜 立院新春团拜 那韩国瑜还说 立法院是国家火车头 要为引擎填满动力 没想到昨天的这个团拜结束之后呢 好像就开战了哦 昨天的朝野协商是宣告破局的 好,有人就在讲啊 这个民众党这边是不是有人 在逞一些英雄 有些英雄主义呢 导致这一次的协商破局呢 那我们来看到民进党的党团 总召柯建民 他说啊,民众党团哦 不要在小事上坚持 可以有些声量 但是真的不要再作戏了 太过矫情 那我们来看到了 包括这个国民党的立委王红威 他认为说啊 民众党团是本末导致哦 不签协商结论 来展现这并不是蓝绿说了算 而这个也让专案报告无疾而终 好,那国民党团的总召傅昆琪呢 说立法院是为全民来争取权益的地方 这不是舞蹈场啊 更不是秀场 好,那我们看到哦 这个徐晓星他说 时安专报是非常重要的 提前离席的是民众党团 那他说 这个朝野协商中间呢 其实有休息十分钟 韩国瑜还是很希望可以来沟通 能够让时安专报可以进行 那如果时安专报没有进行 人民如果来苛责 会怪罪哪一个政党呢 大家自有判断了 好,亮哥呢就说啊 不要逼到蓝绿两大党 自己协调好了 那民众党就什么都没有 如果说民众党未来都是这样的态度的话 好,那未来实质法案的差异要协调 难度恐怕是百倍 那这个呢 也是立法院长韩国瑜的一个考验 好,那所以现在三党要来进行过招 而且昨天的协商好像呢只是热身而已 其实纠结70分钟的朝野协商都忽略了 那么相较于如何磨刀霍霍 来质询陈建仁 520之后呢跟辛格魁 要在总质询的时候来直求对决啊 这才是关键 好,虽然呢 昨天的这个朝野协商破局 那么亮哥也提到 好,韩国瑜呢 事实上在现场他已经有提到 如果真的有开专案报告 那么政党代表愿意给民众党多一席 可是民众党还是拒绝了 那通常这种协商会卡在这里 真的很不可思议 事实上你没有过 对于民众党来说有好处吗 我们来听亮哥的分析 知道我假如就提醒过民众党 我说你逼到蓝绿讲好 那白的就一无所有啊 现在朝伟的选举已经公布 已经变成这个结果 蓝绿都全部都要自己分掉嘛 不要要给白更任何公圈 那16席就是各8啊 你民众党到时候一席都没有 除非你8席集中参加一个委员会 那是不可能的事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不知道他要干嘛啦 因为25一次会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你硬要说一定要23 表示我比你认真 只有这个意义啊 不管有什么意义 就是你第一天 等于就是要加开院会的意思啦 就是这个礼拜要变成235 这个坦白讲真的很少人这样做啦 加开院会大概一定是碰到 几回紧急的事件 比如说这个大陆的这个什么海警船 撞到我们的渔船啊 这个有可能啊 像这个已经那么多天了耶 而且大概就已经到一个段落 我们现在只是要追究 那个整个过程来龙去脉 对 不是一个紧急事件的表达意见的场合嘛 对不对 现在没有紧急性啦 这样只是说 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很重大 大家想要了解 来龙续脉原因等等 那就要加一个 你来特别对死安做专案报告的愿会 就这样而已啊 就这样而已啊 这个这个这个题目事实上 你可以在总职询问啊 也可以请陈建仁礼拜二 本来是20号要施政报告嘛 那你可以请他加死安报告啊 原本是这个意思没错啊 是啊 而且陈建仁大概也答应啦 对不对 那魏环 因为都是开议当天选招委 然后就立刻委员会就开始排了嘛 你可以立刻排魏环的专案报告啊 搞不懂啊 不过这个是 这个是民众党的自己的选择啦 我没有办法啊 我没有去办法帮他辩护啊 因为 这是他的逻辑啊 他的逻辑就是认为 我要增加存在感啊 那我要让人家觉得我比人家认真啊 那一开始不就是 二月十六开议 本来是二月二十三 那韩国瑜给你弄到二月二十号 那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你又来了 现在韩国瑜给你弄到说 你不要搞临时会 你会讲错了 你我我们就加专案报告嘛 看专案报告用什么方式来表示 而二五 事实上坦白讲 这个礼拜五不会有势子 这个我坦白说 这个礼拜五的愿会啊 搞不好上去一下就没事了 所以礼拜五做专案报告不是刚好 那你一定要礼拜三 就差两天 这样你给高兴 就这样啊 不然这个礼拜我坦白讲 愿会是没什么事啊 可能就 我估计是没有什么事啦 因为你即使法案要送进去 应该就下礼拜二再处理啦 这个 我 这个如果有人很急着要送法案 那礼拜五顶多就是 把这极少数的法案做个宣读这样而已啊 那接下来也是可以做那个专案报告啊 因为至少早上有三个小时啊 这搞不清楚耶 我 除了这个 要有镜头之外 我是难以想象有什么深的逻辑啊 亮哥 以你这样子这个铁口直断 你有算到民众民众党会来这一几步啊 这几步开始就变成是沦为在乱而已 并没有什么障碍 你这样搞 就会造成因为开议当天要选招委 那整个情绪就混在一起了 所以蓝跟绿一定是这样 有点火大了嘛 所以才会联动做出那个结论 说那我们不要跟他合作 不然跟你合作之后 搞不好以后又惹出一大堆事 对啊 好 时事评论员张雨萱就透露 其实呢 在昨天韩国瑜呢 在会议当中就给了民众党意见嘛 专案报告比例原则 理让民众党多一席立委来质询 但民众党又不接招 好 最后呢破局 那张雨萱就说啦 为什么民众党不敢多一席立委质询呢 因为除了黄国昌以外 没人会质询 都端不上台面 韩国瑜在会议当中 还有提供他一个意见 说好啊 那我们专案报告 按照比例原则 原本是七七一 国民党七个人质询 民众党七个 就八席嘛 按比例嘛 就给你一席 韩国瑜还特别优待 哎呀我知道你们意见特别多 哎来来来 给你们多一个好不好 变七七二 还是不好 没有 柯建民马上抓起来 柯建民就在那边反对 说你是用主缺违法事由 乱讲法律概念 全部都不适用 反正柯建民就是拒绝这件事情 很生气啊 就黄国瘡敢不敢接 韩国瑜说你先那个旁边 来来来 国昌委员要不要 国昌总招要不要 就他也不要 你不是吵着 每天要有空间要有舞台 结果人家说给你多多咨询一席 你也不要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除了黄国昌 谁会咨询 这个赞同我们的这个 这个我们讲的国会改革 他连话都讲不好 连意见都表达不了 吴春成 难道我不能期待陈昭之吗 陈昭之他会盖错印尼 千万不能拿印尼有关的东西 在他身边 他会跟你讲说 这个我们四十年的好交情 你怎么这样 对我都不行 他等下又扯到私人恩怨去 就没有一个端得上台面了嘛 像民主总状况是这样子 怎么会说给你多一席 然后你连争取都不想争取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肉厂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最后一位股市民粉的 的药物 re terrified Boo 每日 原来小波